最近啊,我不知道有一个事儿大家听说了没有啊,就是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呢,发生了爆炸,哎呀,据说里面啊,这个数据都丢了,然后呢,哎,他这个所有的存款啊,钱都没了啊,然后呢,只剩下贷款的数据还留下了,那这个事儿一出啊,大家都不乐意了,你这不就是抢钱吗,对不对? 哎,然后呢,我这几天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跑进来问我啊,说张司令怎么看啊,摩根大通这个事儿,摩根大通一说爆炸了啊,所有的数据都消失了,但是唯独把贷款的数据留下了,你看这个就是美国公开的抢钱了啊,然后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些这个信息啊,然后,因为我还比较关心这个事儿啊,我为什么比较关心这个事儿呢? 因为我呢,就是摩根大通的这个长期合作伙伴啊,因为我是拿着储户嘛,那我肯定是比较关心这个事儿,如果要是这个事儿一弄啊,那我的钱呢,肯定就没了,对不对? 哎,我一看啊,这看美帝是不是抢我钱了,于是呢,我就赶紧登录了我的摩根大通的账户,结果呢,呀,一登,登进去了,我的钱还在,然后我不但还在啊,我还试着转了几块钱,突然发现还能转,转完以后呢,我有一哥们还莫名其妙给我发了条信息,还问我,你莫名其妙给我转五块钱? 我说没事没事,做个实验啊,看看能不能转钱,看我的这个账户啊,是不是被美帝给这个封禁了啊,然后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新闻,确实搜到这条新闻,这条新闻是真的,是位于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栋大厦,炸了,然后那个大厦呢,确实是里面有一家摩根大通银行,死了一个人,伤了七个人,据说呢,是跟当地的一处天然气管道被切断有关系,估计是天然气泄漏啊,或者是怎么着,因为这种事情啊, 每年各地都不少发生啊,因为天然气管道嘛,那你一旦发生了爆炸,那这种事情就非常危险嘛,对吧,但是呢,怎么会流传成啊,说这个摩根大通银行的数据都丢了呢? 那众所周知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美国,如果呆没呆过啊,如果你要是对美国的事,或者你有美国亲戚比较了解的话,那你应该知道,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或者说他就是最大的银行,最大的一个财团,而且他的总部啊,也不在这个俄亥俄州,你想俄亥俄州,杨斯敦是个啥地方啊? 你说白了啊,如果他在中国的话,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六线城市,或者是五线城市啊,就差不多这种级别的,那那儿的一家银行被炸了,这就相当于中国的某个五线城市里面的一家银行在当地的某一个分行发生了爆炸, 那怎么会数据都丢了呢?那众所周知啊,摩根大通的总部,他是在纽约啊,因为我们每次往美国转钱,或者从美国把钱转回国内的时候,那每次经过的都要经过总行批准的,那个总行的地址你要填呢,每次都是纽约曼哈顿的某一个地址啊,对不对?从来也没听说过在俄亥俄州的某一个地址啊,再说了,现在啊,我估计有个新技术,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这个技术啊,叫做上传云端,你知道吧? 所有的这些数据啊,资料啊,都会被上传到云端,上传到云端以后啊,你就算把它总行端了都没用,因为它数据中心压根就不在这儿,数据中心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呢,安保的等级非常高,你想把它这个东西偷走,几乎是不可能的,发生了爆炸,也肯定有备份,所以说啊,我对这个事就百思不得切,于是我就开始在网上找这方面的资料啊,找来找去,就只能发现这个地方天然气管道爆炸的这个信息, 就是找不到哪个视频或者是哪个新闻说了当地储户的这个信息没有了,当地储户的存款没有了,只剩下贷款记录的这条信息,找来找去呢,就只能在某几个自媒体上看到这条信息啊,但是我猜啊,也不是这些自媒体造谣,应该是这些自媒体怀着一种很朴素的心情, 然后把这个信息给登出来了,具体的消息源是哪儿呢,我查来查去,反正我也没查到,不知道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哪儿,有可能是境外的某一些这个网友很坏啊,就编了这些信息啊,来误导咱们大众啊,但是我张森也在这儿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应该是可能性不太大啊,毕竟是咱们就说发生了这个煤气泄露还是一件比较悲惨的事件,毕竟也死了人嘛,对吧,你也伤了人了吧,你不能,但是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东西,你的数据就丢了, 因为美国我知道现在也确实是比较落后啊,但美国再落后,毕竟这个上传云端这个事儿,美国人还是也还是会干的嘛,对不对,毕竟上传云端这个事儿,美国人也搞了很多年了啊,美国的数据中心啊,美国的这些大数据处理啊,他也有,他也不是说没有啊,美国还不至于落后到啊,这个非洲国家啊,部落的那种程度嘛,这种东西他还是说啊,有的啊,这个大家可以不用啊,那么担心,可是很多朋友就说,你看你是不是又出来 洗了,这个真没有洗,因为我是找来找去就找不到这条信息,因为我也是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你知道我在摩恩大通里正儿八经,这钱不算很少啊,如果要是丢了的话,我这个杆也挺疼的啊,如果要是说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英伟达现在涨得这么狠,不行,我都放到美股里再买点英伟达,或者说是趁特斯拉低,再买点特斯拉 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啊,但是我一般就是一部分钱放在股票里,另外一部分钱存在银行里嘛,没多少钱啊,反正就很少,但是我还是不想丢嘛,对不对,实在不行,转到第三国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就我,当然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应该是个不真实的事件,但是我相信啊,朋友们肯定还是出于一种关心的心态, 然后来啊,问张思静这样的事儿,而且更离谱的啊,我还跟听有些朋友说,说张思静你赶紧看看你的存款吧,据说这次又是冲着华人来了,这么一炸,华人的钱又都没了啊,而且呢,炸的是所有摩根大通里面所有华人的存款,这就是啊,有些朋友跑到我直播间说的啊,我就在想啊,这个炸弹也够智能的啊,你说就算是他把数据中心炸了,这在炸的时候还能分辨出哪个是华人的存款, 哪个是韩国人的存款,哪个是日本人的存款,哪个是白人的存款,哪个是黑人的存款,我跟你们讲啊,CIA要能搞到这样的炸弹,咱也甭跟人家对抗了,这就是三体文明了,你知道吗,这就不是地球文明,这就太智能了,这炸弹,他说有这么个炸弹大家怕不怕,我是挺害怕的,你这简直是太过分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说,有些网友们啊,朴素的心情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很,很愿意从正面的这个视角, 去理解这个事,但是呢,很多网友啊,这就是中了外国这些新闻的圈套啊,我相信这个肯定不是咱国内的这些自媒体朋友们编的,肯定就是境外的这些,他们编的,对不对, 哎,我猜你,你七一歪八卦的肯定能从英文的某一个论坛上能找出一个帖子说这事了,而且这帖子,你甭管它是谁发的吧,反正肯定找到,只要你想找,对不对,哎,我猜肯定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但是呢,我个人就觉得啊,这个银行啊,它还是一个,呃,不安全的地方,对吧,哎,大家如果要是说, 在摩根大通里面存的有钱呢,什么富国银行存的有钱呢,也是说趁早取出来,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比较好,对吧,你看,比如说现在一发生这种事,啊,大家就怀疑这个事是不是又冲着华人来的,或者怎么样, 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是为什么这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那我得出来一个结论,那肯定就是美国最近这些年的排华情绪还是太严重了,啊,导致啊,就是这个很多人啊,对这个事不放心,啊,朋友们也才会这么关心海外的群体,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啊,就大家不用担心这次也算是又逃过一劫吧,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这个我也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肯定很多朋友说,那你这个又出来洗,对吧,你说不过了就又出来洗, 这个没办法不洗,因为我是储户嘛,没有人能比我更有立场说这个事了,我猜好多华人也都在摩根纳通银行里存的有钱,那可能朋友说,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本地的这个储户的钱都丢了,贷款信息都存在呢,我觉得不会,因为所有他银行的信息应该总行都有备份了,啊,不可能说你把哪个增行给炸了,总行就不知道了,应该不存在这样的事啊,所以说这个事啊,虚惊一场,现在破案了啊,当然了,这个事咱 咱们还要看最后的调查,因为NTSB,美国运输委员会,已经介入了调查,啊,如果这中间有什么毛病,啊,我相信啊,还是没有必要去自营一家银行的啊,一定要一查到底,啊,那这一期就做到这儿,大家拜拜 拜拜